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好 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Clickhouse与大模型 然后呢 我今天就是我这两天都赶不好 所以我戴了个口罩 避免影响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矫情啊 好 那我就开始我们的演讲吧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Clickhouse与大模型 然后大模型呢 其实这两年其实从去年吧 去年的年初开始是到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的火 然后呢 所以我们公司呢也开始 就是开始往大模型这一块领域去拓展 然后在这一块呢 其实我就发现啊 其实我们的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的Clickhouse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向量化顺库码 向量化的一个引擎 它其实跟大模型里面的一个架构是非常 就是非常稳合的 它是可以 它是非常适合用来做 就是跟大模型配合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Clickhouse与大模型之间的结合 做了一些探索 然后呢 今天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今天主要从四个部分去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是RIG架构的概述 什么是RIG架构 RIG架构跟大模型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呢 介绍一下蓝恰 蓝恰是我们大大模型 是大模型领域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框架 然后第三个呢 是蓝恰的话 它其实内置了一个Clickhouse的支持 所以我们使用蓝恰可以直接把蓝恰 可以直接把我们的Clickhouse 把它引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大模型里面去 然后呢 然后呢 第三部分呢 是性能测试 是我们基于Clickhouse去做了一下 就是我这边准备了几 就是不同级别的数据集 是在我们就是时间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些 经常碰到的一些就是数量级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下性能测试 来评估一下我们Clickhouse最后到底能对 就是到底能不能应用到我们 就是对我们最终的大模型应用会不会产生影响 然后第四个部分呢 是告诉大家 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生产环境里面 应该怎么去使用RIG架构 因为我们在实验就是在我们测试 或者说在我们开发的过程当中 其实使用我这边提到的第二个蓝洽 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去实现我们的各种就是各种功能 但是呢 蓝洽呢 它只是一个我认为呀 我个人觉得它只是一个实验级别的一个工具 它是方便于我们的科学家 方便我们的工程师去做科研的 但是你要用到生产环境当中去 其实蓝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在生产环境当中去使用RIG 然后RIG架构的一个概述吧 或者说介绍一下简单的RIG架构 首先RIG架构呢 它出现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们大模型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训练难的一个问题 主要体现在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成本高 它需要一个训练大模型呢 是需要一个非常多的一个计算资源的 它需要成熟空间 需要我们很大的算 需要很大的电力 就是我们都知道嘛 因为现在训练大模型起步就是 起步基本都是96块 那个A100的卡 A100的卡 现在基本上已经炒到接近15万里块了吧 然后基本上96块是起步 然后不仅这个不仅是 不仅是我们的那个算力打 并且呢 就是一块A800或者说A100 它的功率是400瓦 400瓦 一台 也就是说100张卡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400瓦就是40千瓦 也就是一小时就要消耗到40多点 这个电力 这个电费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成本 所以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呢 是我们训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就我们训练的大模型 经常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周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些小的微调 可能几个礼拜 可能几天 但是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 第三个呢 它是需要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数据集的 就是它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找一些数据集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导致了 这三个问题呢 就导致我们大模型训练是非常难的 这个训练非常难的 也导致了我们一个大模型的一个点 就是知识库的滞后 这个点 这个可能大家如果用过 用过CADDPT 可能应该会有感觉 就是目前CADDPT4 它的那个知识库还停留在2023年 2022年的9月份 也就是说2020年9月份之后的内容 知识它是没有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 就是我们都知道时间 随着时间的进去 那个往后 时间的流逝啊 就我们很多知识 很多内容 它是在不停更新的 那么这个知识库的滞后 是大模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目前工业界 目前工业界呢 其实或者是大模型界 其实目前有两种方案 两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通过一些 就是强行的训练吧 强行的训练 通过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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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T的一些方式 可以去降低一些 对数据级的要求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我这边提到的 那个RIG架构 就是有两种方式来解决 这个知识库之后的一个问题 然后RIG架构呢 我这边画了一个典型的 一个RIG架构的一个 一个架构图吧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RIG架构本质上 就是这个外挂的一个数据库 就是 首先这个LNN 这个大模型本身就是我们的 大家可以理解的是 我们的ChateGPT 或者说是 其他的就是 其他的一些大模型 然后在大模型之前 外挂一个知识库 把我们用户的问题 通过一些嵌入技术 先在外挂知识库里面 把相关的内容 检索出来 检索出 检索出相关的文本之后 然后 把相关的文本 跟用户的问题 一起放到大模型里面去 也就是说 这是大模型 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大模型变成了一个 帮你总结你的 问题的答案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话 举个例子我想问 刚刚提到 ChateGPT的 GPT3 那个GPT4的知识库 停留在2022年 那如果我有一个 2023年12月份的 一个ClickHouse的 一个假设 ClickHouse 12月份发布了一个新的特性 对吧 那么这个特性 在 ChateGPT里面 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这块的新信息 把它放到外挂知识库里去 然后用户就是 比如说可以问 2023年12月份 ClickHouse 发布了一个什么新的特性 对吧 然后用户用的这个话呢 我们通过 一个切入式技术 然后从外挂知识库中 检索出 跟用户相关的 相关的 用户用体相关的一些用法 比如说可能 可能就会有 ClickHouse 2024年发布了 叉叉叉一些功能 然后一排 然后 这些内容 我们一起把它放到 这个 后面这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这是对 大模型来说 它的输入是什么 它的输入就变成了 用户的问题是 ClickHouse 2023年发布的一个新特性是什么 然后相关的答案有 123457 7个 然后由 CADGBT去做了一个总结 最后给大家一个结果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RIG架构 然后RIG架构呢 它有一些 它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就是架构简单 就是它只需要通过一个外挂的 不需要它改模型 它不需要去动你的模型 你只需要去外挂一个知识库 然后并且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架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修改知识也好 还是新增知识也好 我们只需要在那个就是 知识库里面去做一些增增改查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去对我们整个模型去动 去动我们整个模型 对吧 当然其实RIG模型呢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我这边列到的RIG模型 首先外挂数据库这个不是一个难点 最难的一个点就是这个 就是这边我红色点 红色点标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检索 就是这个叫 这个叫嵌融式模型 这个嵌融式模型 它是用 它是从外挂数据库里面去搜索 跟用户相关 用户问题相关的内容 那么如果说 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问的问题 我问的问题 在知识库中 它其实有 但是呢我检索的不对 我检索错了 举个例子 我用户问的是2023年12月份 Cleanhouse的新增特性 但是结果我检索出来的是2023年1月份的新特性 然后这时 你把这个数据给到了大模型 那大模型回答的结果一定是错的 对吧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 这就是RIG架构的一个缺点吧 就是它对你的嵌融式模型 要求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你检索出来的结果 相关文文是错的 那么最后 大模型答出来的 它就是错的 这就是RIG的一个概况吧 然后下面再介绍一下蓝恰 蓝恰呢 蓝恰其实是一个 就这个图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这个鹦鹉 其实大家就知道 其实它就介绍的是一个蓝恰 蓝恰呢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框架 或者说一个开发框架 它其实对接了 OpenAI 就是ChatGPT 还有Havenface 是大模型的社区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T的方案 然后OpenAI就是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对吧 ChatGPT4 这些 然后Havenface呢 就有 它是一个社区 它里面扑管了很多 我们 大家应该听过什么 千物啊 然后 零一万物啊 这类的模型 都会在Havenface上 去发布自己的模型 所以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替代 然后呢 它还可以对接我们的谷歌搜索 对接我们的一些 就是计算数学的 计算数学公式的 然后 从Wiki上去搜索一些资源 举个例子 刚刚其实提到了 就是 嗯 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就是 ChatGPT它只能依据自己的知识库 去回答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知识库的工具 比较滞厚 那么这是就需要栏压去串联取 串联出来整个工作流 比如说用户输入的文字 我先从谷歌上搜索一下 然后把前五条谷歌的结果 作为相关文字 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OpenAI上 然后让OpenAI去总结谷歌的回答 所以 就是栏压它可以更多的 更多的可以 大家把它看成是 它首先提供了各类的工具 可以让大家 就是用它的API去调用 就是去调用 无缝的去调用OpenAI也好 调用HungerFace也好 还是调用其他的一些AI也好 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些串联的 一个pipeline的一个工具 可以去串联起我们整个工作流 然后联串的主要是 主要几个模块 LLM就是大模型的模块 然后Document Loader 就是赞入我们 就是读取某本文件也好 或者EPUB文件 就是PDF文件的工具 然后这个Embending Model 就是做千文模型的 然后Retrievers 这个就是用来做造肥的 用来做向量知识库检索的 然后第四个 那个Waybster Store 就是向量数据库的一些支持 第五个XAD Model 就是调我们XADGVT也好 调我们的克劳德也好 就是调量天模型的 就主要有这几个模块 然后有了这几个模块 再通过它的一个 就是pipeline的一个能力 去串联起这六个模块 这六个模块 就能去 大家就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去串联起我们整个的 串联起一个 就是实际的一个业务的工作流 然后我这边 检测了几个简单的代码 比如说这个LLM代码 就是这里就是定义了一个 OpenAI的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模型吧 只要大家看 只需要把OpenAI的一些参数 往上一填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创建 我们的remending模块 创建我们的 ChartGVT的模块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这个model去直接调用这些东西 去调用 就大保险的一些东西 而不需要去 大家去理解 就不需要去理解 不同的 比如说像OpenAI的 跟克劳德 它们之间的API 可能是差的很多的 对吧 这一段代码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一段代码 其实就是引入我们 ClickHouse支持的 这一段代码 就是引入我们 ClickHouse支持的 然后最后 第三部分就是 检索深入回复 比如说我这边用户问的一个问题 我这边是直接写的 但这一块呢 可以让用户输入 用户输入的问题 先从项量数据不通搜索出相关的内容 搜到相关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去构造我们的 Promote 或者是 Promote 我这边用的是 你是一个文党机器人 请根据文党内容回答用户问题 文党内容为冒号 这个就是解锁出来的结果 然后最后再跟上一个第二条 HomeMessage 就是跟上我们用户的问答 通过这种方式去构造 一个 Promote 让我们的 代表模型去回答 就是根据文党内容去做回答 最后打听出我们最后的结果 其实大家可以看 通过这三段代码 就能去构造我们一个 一个最基础的一个RIG架构 一个RIG的一个应用 但是呢 这个 然后RIG呢 那连恰呢 它内置的向量数据库 这边就要重走起了 它内置了几个 内置了三个向量数据库 第一个呢 是 单机里面用的非常多的 一个叫ChromaDB 这个呢 它是一个粉底的数据库 它呢 是我们在做 就是一些实验的时候 用的非常多的 因为它不需要你安装客户端 也不需要你去安装什么服务器 你只需要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它的内部 就是它的底层 就是ChromaDB的底层 在上个月的版本之前用的是 其实就是Clickhouse 但是呢 后面他自己觉得Clickhouse 是需要安装一下服务端 然后这些东西比较复杂 所以呢 它在这个月的版本 它已经把它改成了 那个Superletter了 所以它是一个本地的数据库 然后第二个呢 是一个Pankong Pankong呢也是 比较常用的一个 它呢是一个云服务 它是美国的一家 就是限量数据库企业提供的一个云服务 也是目前融资界啊 包括金融界 包括大模型一些比较火的一个服务 它呢是需要大家去网上申请一个P 然后是用了这个P 就可以把数据把它保存到它的云服务里面去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国内用的不多 包括 因为它首先第一 它的服务器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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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然后国内其实用起来会速度比较慢 其次呢它的就是它的价格其实也比较贵 它虽然有免费版 但免费版的数据只保存7天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Clickhouse 也是我今天想要 就是主要去给大家介绍的一个Clickhouse的一个 也是最后 其实我最后 最后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要去构建我们这个生产的RIG架构的话 我其实非常强烈大家 强烈推荐大家去使用Clickhouse 然后Clickhouse呢 这边是我从Lancha的那个底层圆码 搭下来的一个 Lancha对Clickhouse支持的一个圆码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Lancha在Clickhouse里面 总之上就是建立了一个Lancha的表 然后这里主要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正元提到这个Embedd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向量 它这里用到了我们Clickhouse的一个Arrow Floot32的这么一个数组形式 然后呢并且用到了这个ANN 就是Clickhouse的一个ANN的一个相似度算 一个相似度检索的一个算法 它其实主要是用了Clickhouse的这两个特性 这两个特性呢 其实也是Clickhouse 它那个相似化引擎 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吧 这是我从Lancha原码上拔下来的 其实大家如果再用Lancha去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Import的那个Lancha的Clickhouse 然后通过去 网上里面去加入一些数据也好 或者悬索一些数据也好 本质上其实就是对这张表去做正常改查 然后 然后 对 然后 这个ANN这个特性啊 其实这个 我后面 其实我 我后面大区官网上看一下 其实ANN这个特性 好像目前还是一个实验 实验性的特性 而且反正它是不兼容那个ARM架构的 所以 所以如果 大家如果要Lancha去跑那个 就是跑RAG的话 其实最好是不要把它 就是不要把它放到 就是那种ARM的生态下去跑 还是要把它放到X86的那个 生态下去跑的 然后性能测试 然后呢 有了这个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对它做了一个测试啊 我们第一个是呢 是先选择那个22本图书 这个图书呢 是我们出版的 就是有各种各种分类的 有历史的 有技术类的 有一些小说 然后22本书 然后按照创客Size的1000去切割 然后一共 一共得到了17889条创卡 然后原文件大概是44早 然后用的是一个 OpenAI的一个相量化模型 输出的维度是1536 这个是什么意思 1536就指的是这个 这个Inbending这个Aero 它是一个1536尾的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到CK之后呢 表大小大概是268兆 然后相同体积下面呢 Chroma大概是465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Clickhouse它的那个压缩的特性 其实在这边还是 就是至少降约了一半的那个 至少降约了一半的那个体积 还是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那个的 然后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的话 然后我们每个都问了四个问题 然后对于一个17000条的一个回答的话 大概Clickhouse回复 大家可以看平均值大概是0.11秒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里其实都已经是做全标扫描了 这个我没有做任何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刚刚那个栏洽的那个 Clickhouse搭出来的那个表结构 大家其实也能看出来 它其实 基本上除了什么组件也好 或者除了一些基本信息也好 它只有一个Inbending 作为一个检索 所以其实对于这张表的话 对于刚刚栏洽扒上来的那张表看的话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去做那个就是 就是优化的一个空间了 所以它基本只能做一个全标扫描 然后这边可以看出来 全包扫描的时间大概是0.11秒 这个时间其实我个人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因为就是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0.1秒对吧 这个看上去好像性能不是很强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大模型里面去 这个时间是完全不会对大模型最后的结果造成影响的 因为我们正常来说 就是你们大家可以应该也应该也有经验 就是在问XDGPT问题的时候 从XDGPT蹦出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出完 这里面的时间 如果你的问题比较长的话 可能有接近20秒30秒 或者可能40秒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对于一个我最终出完结果要20秒的一个请求 那我这边查询花个0.11秒 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对吧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大模型的 它本身的特性 它本身的技术壁垒 它本身的技术特性导致它没法加速 所以这个0.11秒 我个人觉得绝对是已经能够符合 就是 绝对是能符合那个 就是生产使用了 然后呢这个22本书呢 后面我又多做了几个不同的 那个数据量 这个22本书 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不上不下吧 对吧 就不上不下 然后小一点的我们挑了一个两本书了 大概是179条创卡 也就是差不多17万字 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如果只有17万字的话 它的平均时间就比较短了 0.12秒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器 220本书 大概是19万 也就是2亿字 2亿字的话 它的占用磁盘空间就到了2.9个G 然后那个花费的时间就到了0.71秒 0.71秒虽然看上去好像也有点大 对于Clickhouse本身 Clickhouse好像是有点大单 我个人觉得0.71秒这个时间也是 也是绝对是足够用到生产 就生产文件中用这个0.71秒也绝对够够的 性能绝对是足够的 对吧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3000本书的 一个数据器 大概是33亿字 然后保存到Clickhouse之后呢 是73个G 那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平均值就 平均值就到了3.45秒 对吧 其实到3.45秒 我觉得3.45秒 其实也足够了 其实也没问题 对吧 然后再往再大一点呢 我就没做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像这个33亿字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33亿字 33亿一个中文 意味着你的token数 你的token数就达到了66亿 也就是6B的一个token 如果说你的语料 真的能到6B这个token的话 其实我个人建议大家去 不要用REG架构了 这种情况 你的语料如果到了6B这个token 就直接去用 直接去预训练得了 直接去预训练得了 不要去用REG架构了 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个人觉得 3000本数已经是 已经是用REG的一个顶峰了 你再往上 你再往上的话 再往上的话 你就不要用REG架构了 REG架构性能 性能这种情况下 它的问题就会暴露得比较明显 所以我个人觉得 3.45秒这个封锁 这个时间 我个人觉得也是 在我们接受的范围内的 对吧 因为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我一个 OpenAI 差的GPT 返回一个结果要20秒 对吧 你中间加个3秒 10% 这样子 其实问题也不大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我这边把这些数据量 把它放到一个表格里面去 然后179条 数据量做基准的话 第二个数据量是17000 然后17000 如果这个数乘以1000 就是我们的token数 然后这边 数据量提升99倍 但是呢 我们的性能只慢了差不多 只慢了差不多 4倍 然后包括到下面的这个 对吧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中 最大的一个 那个33亿字的 那个差证时间 数据量比之前 要大了16倍 但是我的数据量 我的时间只慢了差不多4倍 对吧 所以就是经过这些测试 其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解冻 其实Coliohouse它的一个 就是做 用到生产当中的一个 就是它的性能 绝对是足够的 对吧 那所以最后我们呢 我最后一段呢 就是在生产环境里面去玩IAG 对吧 然后Lensha 其实用到生产环境当中 其实有几个点 就是首先Lensha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那个 Python开发的一个工具 所以 但是虽然Python 它可以通过一些 就是 一些魔法手段 一些工具 一些手段上去提升并发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Python它其实并不适合 并不擅长去做并发 就是如果说要到生产的环境当中去 我个人是不建议用Lensha的 最好是用Govar 用Govar去封装 然后 并且呢 Lensha 它的下降数据过程 没有办法支撑复杂业务的 对吧 像刚刚提到的 Lensha内置的三个数据库 Chroma 它是一个本地的 它本地用的是CircleNet的 它是一个 就是基于文件 就是基于一个数据库文件的一个 就是一个数据库 对吧 其实大家也知道 没有多少人会在线上的一个环境里面 去用CircleNet去做我们的数据库的 对吧 然后集成对吧 如果我们在生产当中去的话 肯定是需要去集成我们各个 比如说权限呀 比如说用户啊 去集成多个系统的 这些东西 这些内容其实都是蓝下不擅长的 所以呢 我个人就推荐大家去 就是如果在生产当中去用了 肯定是要自己去实现一些技术框架 很多框架的 在这边的话 我个人就是其实今天推荐大家用Go 或者加把去做 然后下辆数据Go 我这边就比较推荐去用CK 它是一个性能与业务能做到一个平衡的 并且呢 我们可以根据业务去改造我们的表结构 对吧 这边其实我们又比较CK跟Chroma 它的一个性能 其实 经过我的 经过我们的实测下来发现 其实ChromaDB它的性能 它的差距性能 其实比CliHout要高一点 但是呢 这个我个人觉得 其实对于这种 对于像一个CliHout 对于像大模型这种 一个整个一个周转时间 在二十几秒的这么一个请求 你快个 你快个零点几秒 快个零点 快个一两秒的 我觉得其实 最终的查证结果影响是不大的 对吧 而且再加上 再加上ChromaDB 它本身它不支持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一些 比如分布式的一些特性啊 然后也没办法去调整 就是 它内置的那些表结构啊 其实我个人还是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如果在生产当中去 大家还是不要用ChromaDB 直接用Clickhouse 我觉得完全 完全没啥问题 然后 如果在最后去改造的时候呢 我这边其实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基于把刚刚那个 南下里面扒下来的 那个 Clickhouse的那个 表结构做了一下修改 对吧 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要做一个 灭墙多租户的一个RIG系统 对吧 然后每个用户 它有不同的 有每个用户 它有不同的文档 然后文档与文档之间 就是完全是可以 完全需要 隔离开来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用Clickhouse 它的一个排序键 对吧 我们加入一个TalentID 出户ID的这么一个属性 然后在排序键这边 把TalentID 作为我们的首选的一个 首选的一个键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Clickhouse它内部的机制 其实就会 就会帮我们自动看一个试 就是我们查 一号用户的数据的时候 它默认是不会 从二号数据里的数据去查的 所以 通过Clickhouse 就是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一页我想总结的是什么 就是 通过Clickhouse 它的那个排序键的一个特性 其实 可以去做很多的 就是跟大模型去做非常多的一些 一些融合 一些 就是有 有丰富的想象力 可以让大家去 去做吧 然后如果这么做了之后呢 其实 最后 一个应用架构 是一个示意图 大概就是这样 底层我 我上面可能跑了很多个 RIG的一个系统 对吧 因为我们在企业当中 不可能说 不可能说 不可能说是一个 一个RIG 或者说一个 一个 一个文化系统 去对所有业务的 肯定是不同的 部门有不同的 比如说财务部门有 那个 财务部门有财务的 然后销售部门有销售的 总裁办有总裁办的 对吧 然后但是呢 底层你可以使用一个 肯定house 就去应对你底层的 这些所有的业务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对于 对于这里架构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看出来 就是它的数据量 最终可能会超越 这个三间某数的 这么一个东西 超越 超越这个数据量 对吧 超越了这个数据量之后呢 但是因为你可能底下 它有不同的 对吧 有不同的业务 有不同的内容 有不同的内容之间呢 它是 它是 假设啊 如果这个业务是不需要做 那个跨业务的一个 共享的话 那么其实通过clickhouse 它的特性 就能帮你去实现 你的那个住户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隔离 或者说 就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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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每一个系统 在最后做查询的时候 都不会去做你整个三千 就是整个三十三亿 一个token的一个全版散票 好 今天主要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大家